区块链英语 Blockchain或Blockchain是极由密码学与共识机制等技术建立于储存庞大交易资料区块串链的点对点网络系统 每一个区块包含了前一个区块的加密杂透 相应时间戳记以及交易资料 通常用默克尔书Mircle3演算法计算的杂凑值表示 这样的设计使得区块内容具有难以篡改的特性 但如果掌握区块链节点51%以上的运算力 就能操控区块链的内容 如果一开始写入的内容是错误的内容 那么区块链技术只是让错误的内容难以被篡改 目前区块链技术最大的应用是数位货币 例如比特币的发明 因为支付的本质是将账户位中减少的金额增加到账户币中 如果人们有一本公共账户 记录了所有的账户至今为止的所有交易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账户 人们都可以计算出它当前拥有的金额数量 而公共区块链公有链恰恰是用于实现这个目的的公共账户 在比特币体系中 比特币位置相当于账户 比特币数量相当于金额 区块链是一种新型的分布式分类账技术 它允许安全和不可变的数字交易 这是一个分散分布式和公共分类账 以可验证永久和安全的方式记录双方之间的交易 简而言之 区块链是一个共享的数字记录部 存储有关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交易的信息 区块链与传统数据互不同 因为它不是依靠单一的中央机构来存储信息 而是存储在分散的计算机网络上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因为它意味着交易不能被外过来源逆转 篡改或编辑 相反 每笔交易都被加密并存储在区块链上 只有参与交易的个人才能访问 此外 由于数据是分散的 单一方不可能操纵系统 这使得它比集中式系统更安全 区块链的核心是一项革命性技术 无需第三方中介即可实现点对点P2P交易 在传统系统中 交易需要第三方验证交易 验证数据并确保已付款 然而 使用区块链 交易使用密码学和分布式共识协议进行验证 通过使用加密密钥 用户可以安全地存储和交换信息 而无需依赖第三方中介 区块链技术的使用 已经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许多部门 允许建立一个更透明 更安全 更高效的系统 促进各方之间的信任 例如 区块链可以减化各方之间的资金和其他资产转移 以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快 更安全的交易 此外 区块链可以促进用户之间 以安全有效的方式转移数字资产 如加密货币 智能合约 代币和数字资产 除了在金融服务和加密货币中的应用外 区块链技术还应用于其他各种行业 例如 区块链可以实现商品和服务的可追溯性 允许企业跟踪其产品 从生产到消费的生命周期 此外 该技术可用于准确识别和验证医疗保险 保险和政府部门的个人 总之 区块链是一项强大的新技术 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彼此交易的方式 它是一个分散 分布式和公共分类账 允许安全 不可变的数字交易 而物需第三方中介 区块链已经用于各种应用程序 包括金融 加密货币 数字资产管理 和身份认证 其潜在用力只会随着新创新的出现而增加 其彻底改变行业 和改变我们业务方式的潜力不容不适 区块链技术在各个行业都有许多现实应用 这里有些例子 1.加密货币 比特币 以太坊和其他加密货币基于区块链技术 2.供应链管理 公司可以使用区块链技术 跟踪产品从制造商到最终消费者的旅程 3.投票系统 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安全透明的投票系统 4.房地产 区块链技术可用于管理产权并简化买卖流程 5.医疗保健 区块链技术可用于安全的管理患者数据 并确保医疗保健提供者能够访问准确和最新的医疗记录 6.银行和金融 区块链技术可用于促进安全透明的金融交易 7.能源交易 区块链技术可用于促进点对点能源交易和管理和再生能源的分配 8.游戏 区块链技术可用于创建区中心化的游戏平台 允许游戏玩家拥有和交易游戏内资产 这些只是区块链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众多应用中的几个例子 公共和私有区块链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可访问性水平 公共区块链是一个开放的网络 任何人都可以在该网络内加入并查看或交易 这使得每个人都更容易访问它 并允许网络以更高程度的信任和透明度运行 另一方面 私人区块链是有限的访问网络 只允许被邀请的人参与 因此 他们可以对网络的使用和数据所有权提供更大的控制 公共区块链是完全透明和分散的 这意味着没有人或实体可以控制网络 每个加入的人都可以查看 验证和添加存储在分类账上的数据 这意味着不需要第三方来验证和验证交易 从而消除了对中间商的需求 此外 如于其他原性质 新的改进和应用程序 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进行测试和部署 相比之下 自有区块链是许可网络 这使得他们非常安全 在谁被允许加入网络 以及这些参与者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方面 他们受到很大的限制 例如 网络管理员通常决定哪些参与者可以执行某些活动 以及他们如何执行这些活动 这允许企业保持对流程的控制 同时仍然能够从区块链的安全性和不变性中受益 公共和私有区块链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信任程度 公共区块链是无信任的网络 因为验证和验证交易不需要信任 在处理大量敏感信息时 这是有益的 因为在将交易记录在分类账上之前 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就交易的有效性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私有区块链依赖于受信任的节点或网络来验证交易 因此网络中的参与者必须确保网络是安全和值得信赖的 公共区块链和私人区块链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与运行网络相关的成本 公共区块链由矿工提供动力 他们利用他们的计算能力来创建和保护网络 因此这些网络的运行成本可能很高 因为矿工的成本通常以加密货币支付 另一方面私人区块链不需要矿工 因此运行起来通常更便宜 总体而言公共和私人区块链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优势 根据组织的需求 任何一种区块链都可以提供许多好处 公共区块链提供了更大的信任和透明度 而私有区块链提供了对网络及其数据的更大控制 最终公共和私有区块链之间的选择取决于组织的具体要求 最终公共和私人区块链是从小伙都旺 台来自我去分析的环境 是最终公共和弃性的功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